每個人都有一段埋藏在內心的過去 你哪位呀? 我是長得很漂亮 真的嗎? 我一分鐘求求生上樓 一千元直行樓 我都真的很划算 喂? 小姐,你之前想要的 孔雀石陸限量版手袋有貨了 回來了? 終於讓我等到了 我現在馬上來 真是七日得見 如隔一周 好…我聽到同一周 我可以接電話嗎? 沒有…有條信嗎? 當然是我的兵 不回覆他們住 慢慢等吧 我現在去買袋 我不用包的了 不是呀,小姐 你的卡錄不到 甚麼?錄不到?哪有可能 試了幾次 我親自打了銀後分 如果我的卡真的沒有問題 你就知道死了 怎麼這麼多訊息呢? 甚麼? 我還嫁給人 夠勇了嗎? 阿強說 看到有個新的旅遊網 現在正在用機票大減價 一千元直行樓 回歐洲真的很划算 不過名額有限 出來 出去 這麼便宜? 是不是真的? 好… 好… 搞定 名額有限 又不是讓我找到便宜的機票 咦? 不動的? 我真的生氣得震 好可憐 那個袋有沒有得拿? 把卡又被人盜用了 幸好我一分鐘 求求上上落 讓我馬上登入e-banking 看看我一分鐘又賺到多少錢 有多好啊 這麼多Wi-Fi可以選擇 小姐 你哪位啊? 你出鑰匙被人偷了 我出鑰匙買到? 我知道 我是長得很漂亮 但你也不用擔心抄貨牌 小姐 你剛才亂上Wi-Fi 做網上理財 你的帳戶資料和私人密碼 也就是你的數碼鑰匙 被人偷了 那怎麼辦? 你家裡的門匙不見了 你會怎麼做呢? 那我就馬上換鎖了 就是了 你的數碼鑰匙 和你家裡的門匙一樣 這麼重要 那我明白了 我現在馬上打電話去銀行 通知他們 跟改我的個人帳戶密碼才行 忙什麼?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過去 但我絕對不會讓自己錯 第二次 當你在網上提供個人資料 例如是網購 一定要看清楚 這個網站是否可靠 千萬不要用來力不明的Wi-Fi 或者公用電腦 去登入網上銀行 注意銀行發出的手機短訊 不理的話 可能連你的帳戶被人盜用了 都不知道 帳戶密碼 要設計得複雜些 而且不要每個帳戶都用同一個密碼 送馬起 看更低